欢迎来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身边坐了要财政圈市务总监国施治郭sir 找我们分析下视况 郭sir早晨 来看内地刚刚公布了首季的GDP增长有7.4% 就略高过市场预期 郭sir似乎视方GDP增长好过预期 但股市似乎有点犯高潮 第一就是市场预期的增长首计只有7.3% 但出到7.4%是比市场预期为好 但刺激性是有限的 我反而傾向GDP增长如果真的没有7.4% 或者7.3%甚至7.2% 市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者都有一个看法 由于我们的总理已经说了要力保7和要保就业 最重要是保就业 因为中小微企 如果经济增长的步伐是慢 而且是放慢的话 很大程度上政策是会出台的 说了很多次了 中国经济是靠出口 靠内需 靠固定投资 出口的贡献是相当轻微 事实上情况是令人比较担心的 剩下来 你要维持一个稳定而高增长的势头 一定要促动内需的板块 以及固定投资的板块 我们所说的内需一直都说 是衣食住行家电医疗 如果在市场上 所指的内需应该是消费类股份 内房、内银、内险 还有一个就是相关的建设股份 至于基础建设 当然是高铁相关的项目投资 直到现在这分钟 整个大市都是处于一个升后调整 因为今个月的升势 是由3月20日的低位21,138点开步 去到今个月10日的高位 23,225点升了2,087点 大家可以计算 去年全年的波幅恒生指数 是升了4,685点 前年是升了4,662点 现在一个月之内 市场已经升了2,087点 是不是太急了? 当然是太急了 因为早日有互联互通这个政策 而令到市况是放大了 但不要紧 升大了最多就是调整 这个技术上的回套 最重要是不要跌穿50天的平均移动线 事实上直到现在这分钟 整个大市都是咬着10天和100天线 我自己觉得大市有少许技术上的回套 是很正常的 以升了2,087点来计算 调整三分之一 一般的估计指数 就算见到22,529点也不为过 但实整个大市 暂时来说都未去到这么深的调整 4月份的市已经走到月中 暂时来说是一个先低后高的格局 4月1日的低位是22,251点 只要不跌穿问题不大 刚才你提过出口 现在有传中央会扩大出口退税的范围 似乎中央都锐意保住增长 你怎样看出口退税 这里要说一些 二十多年前 我说当时工人工资是300、400、500 还有廉价土地 但现在的工资已经去到3000多元 廉价土地一早都没有了 有的 建楼、建商、建酒店 还给你建加工厂吗 再说人民币的回率 二十多年前是一一几 现在到百算以下 在这段时期人民币升值了三十多个百分比 所以一中中国出口的商品 在竞争方面已经没有了优势 既然是这样的话 出口对经济贡献 其实来说不是那么明显 在二十多年前出口的货品 其实来说是很成功 加上人工的工资是比较低 养活工人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但现在这一分钟 我想就真的相当困难 你要靠出口拉动经济是很难的 所以近期来说中央 都是有一个程度上 愿意给人民币做适量的回调 汇率方面下跌少少 可以拿回多些的优势 但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相比 根本上不能够相提并论 我自己总是觉得 就算政策投放在退税 在各方面也好 你要去以往出口成功 拉动经济 让到这么多人 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 所以走到最后 我相信 就算出口有贡献也好 对整个GDP的增长 是占一个很小的部分 民间财富现在一百零三万亿 只是储蓄存款 二十多年前 哪有这么多储蓄存款 你怎样延内需 根本上都 找到的钱又不多 没有钱花的 但现在不同了 现在有能力去消费 所以 你货品出口不到的话 不要紧 有内需市场去支持 就等于美国 一年的GDP14万亿 有72-75%来自内部消费 经济好 一定要靠消费 消费是来自什么 资产价格 就是简单说 股市性 流市性 自必然可以制造财富效应 有财富效应 自然有消费 发达国家 好像美国 欧洲等等 现在采取一个 叫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由货币供应 去刺激流动性 刺激经济增长 日本亦如是 不断地量化 唯独是中国暂时来说 都未走到这一步 不过我觉得 稍后应该有政策出来 刚才提过 欧美那边都在做量化宽松 中国昨天都公布了 M2货币供应 都比市场为低 郭Sir 你担不担心 M2货币供应这么少 中国未来都会走量化宽松 首先来说 第一个月的新增货币 贷款是一万亿 其实来说 银的银子不少 但是相对整个国家 13亿人口 这么大的耗量来说 货币供应是明显不足 现在这一分钟 看到过去一段时期 中央政府看到市场资金链 是紧的时间 他们会通过一个 逆回购方法 向市场上注资 当然这些逆回购是短暂的措施 真真正正你要刺激流动性 你要维持流动性正常 拉动经济增长 你都要靠放水 我觉得下条银行准备金 在未来几乎是一个指定的动作 好 这一节 多谢郭瑞和我们分析市况 在休息之前 我们先谈一谈恒生指数最新的表现 现在恒生指数升幅都收窄了很多 升了只有86点 现在站在22,757点位置 而国企指数升幅更加小 只有18点 到1047点 我们下一节会继续和郭sir 分析一些经济敏感股的走势 下一节见